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肚子裡面 因為吸收不到養分 所以他們就會偏小 小玫瑰好像是30週加5000 1230克 然後小強歪是28週 然後是700克 我還蠻樂觀的 有存活率 假設有85% 我就覺得 那我一定是沒問題 轉到外界看 早上我都會覺得說 發展會跟人家不一樣 不是以前發展 就是面道的問題 才比一般的主人多些 但是也不見得 一定就會增加 像我們家就是 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姊姊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遇到太大問題 然後妹妹剛好就是 遇到一些 她腦部有受傷 她現在最大的力量就是 自己的發展就是會緩緩 腦病 根本就沒有 有一天 她醫生會給她的名字 叫做腦性麻痺 就那個晚上我們兩個 真的很難過 很憂心 想說 這個孩子未來不知道怎麼辦 那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她就是我們的孩子啊 就是不管她面臨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是她的天跟地 除了我們之外 她什麼都沒有 我們當然不能放棄她啊 我們就是慢慢的陪她 然後陪她度過這些 對陪她練習啊 陪她去挑戰一些新的東西這樣 我覺得她一定會有不一樣的 對陪她 我對她還是充滿了失望 對 來 昌昌 欸咻 加油 欸對對啦 好啦 想辦法 想辦法 好棒喔 再來再來 好棒 好棒 對 昌昌 姐姐這時候你可以幫助她一下 世界上啊 父母能給她的東西 什麼都可以被取代 就只有手足 是 就是沒有人可以 再給她一個妹妹 或是再給她一個子 我來給她 給她 她傻眼耶 對啊 到時候我覺得 沒有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她的就是這個 要搬 對啊 就是學的關係是沒人可以取代的 櫻桃螺化 只有八道 除鬼 蠻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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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究有一天的話 就是會跟你分道一樣 唯獨家人 是你一輩子 你甩都甩不掉的 我希望她們姐妹的關係就是 一輩子一輩子一輩子的 就覺得 好像有很大的挫折感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走下去 但是就是說 一定是有愛才會讓我聚心的去 她很細心也很體貼 我覺得她很包容 我們 我們真的有時候還蠻任性的 謝謝 非常感謝她們來當我的孩子 很幸運 可以遊走 在帶領她們 然後陪她們一起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也覺得 願意陪伴她們 陪伴她們 陪伴她們我也覺得非常快樂 不管是小孩還是太太 永遠都是你 永遠的執著 永遠的 欸 動你來的 那你愛你的家人嗎 這一定是愛的啊 愛啊 我就很愛你 對 我愛你